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汤米Low的频道 我是Tommy 今天看到背篇都知道是冰工厂世界了 其实早两天我已经想做了 不过就被巴黎奥运担了我做节目的时间 因为几天下班回来都想着看奥运 特别是香港的运动员成绩非常之好 昨晚也看到香港的劍神张一朗也拿到 张家朗 差点说错了我名字 张一朗 我拿了这个花剑的金牌 两面的奥运金牌真的非常之精彩 所以今天才能抽空一些时间来做节目 今集的内容主要都会讲回卡拉斐奥利的签约 以及会讲多一点他的故事 另外也会讲到奥运仔的签约成功了之后 会有什么阿斯陆有什么部署 刚刚今天我刚刚做节目之前 看完阿迪达在美国的记者会 也会帮补充一些消息 以及讲一些关于将会的传闻和看法 事不宜迟 节目马上开始 终于签约成功了 在7月29日阿仙奥正式官宣卡拉斐奥利 由波罗尼阿转会到阿仙奥 转会费大概是5000万欧元 将会穿起33号球衣 如果大家有看官网上 那条视频都看到了 卡拉斐奥利看到阿迪达第一件事 说的三个字 就是 Is this real? 这个是不是真的? 阿迪达都说是真的 真的加盟了阿仙奥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我想卡拉斐奥利如果有看他的故事 也知道他曾经16岁断了脚 其实他职业的跌档期 都是很难想象到 他22岁可以加入英超的豪门球队 加上去年才在波罗尼亚正式爆发 所以这一年里他经历了太多了 也由巴罗尼回到尼甲 跟着也踢欧洲国家杯 现在还要加入英超大球会 所以他自己都说是梦想成真一件事 今集这里就会略略讲讲 卡拉斐奥利的成长背景 以及一些故事 以及我再度预测究竟他会踢什么位置 先讲讲 卡拉斐奥利大家都知道他16岁断了脚 讲起时是2018年 在帮罗马吃青年欧冠比赛 当时卡拉斐奥利被对手 右边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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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 当时被医生认为他不能再踢球 因为卡拉斐奥利我们自己都说了 他的膝头骨断到什么都断了 断到不可能再断了 所有能够断的都断了 包括颈骨、排骨骨折 就是两个颈骨和排骨骨折 然后左边膝头骨所有人带都断了 12人带都断了 半月板和关节都断了 所以是一个非常严重 而且不应该出现足球员受伤的情况 当时那个骨科医生也说了 很难在职业足球里再踢球 幸好当时他的经理人拉伊奥拉 建议罗马送他去美国做骨科手术 卡拉斐奥利自己都回忆 说他当时真的太小了 只有16岁 其实他都不太意识到自己的脚 其实是有多严重的 只不过都是他focus在他康复路上 希望尽快去下场踢球 其间他的偶像 迪罗斯 即是罗马的名宿 也都去到医院探他 手术之后 他自己都说了 在这段期间里面 他学会一样东西 就是要感受到身边对自己美好的东西 就不要去focus周围对自己发生一些不好的事 他也都将这个座右铭 就纹在他的手臂上面 他的康复期是长达347天才可以下草地去做一些训练 所以他的康复期是很长的 也都令到他自己在这段时间磨练到他的心志 在他职业生涯上 我觉得这段受伤时期 当然受伤对运动员是不好的 但是他也都将这一样的受伤的坚毅 放回到他未来的职业生涯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那为什么呢? 这里再说了 除了伤病之外 其实卡拉菲罗尼的职业生涯 都不是很顺利 他本身就是土生土长的罗马人 他梦想当然是希望帮罗马建一番事业 但是现实是非常残酷的 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 在方辛卡手下 即是当时罗马的领队 即是现在的AC米兰的领队 顺利踢过一场二甲的比赛 一线队比赛 正选出场 但是下一个就是摩连奴来执教 在摩连奴手下 他又不是得到很多机会 其中有一场比赛 他入过一次的正选名单 那场比赛就是 罗马在勾夕的小组赛里面 1比6主场 输了给对拿威的球队 叫做博德闪耀 摩连奴当日 用了大量的年轻球员 和一些轮患的球员 但那场比赛就是大败了 所以那场比赛之后 摩连奴也跟卡拉菲奴来说 摩连奴很诚实 他说 按照罗马现时的发展 我是给不到太多机会 所以在那一季 下半季之后 卡拉菲奴尔尼就被罗马租了给热拿雅 很可惜 去到热拿雅 卡拉菲奴尼也不是太多的机会出场 几乎是去到热拿雅 都是坐板凳坐穿的 没怎么出场 按照这样的情况看 卡拉菲奴尼很大机会 都可以沦落到二月 或者二丙去踢球 时间也去到2022年和2023年的球归 卡拉菲奴尼就转会去到巴塑尔 瑞士的斑马球会 其实他当时自己都回忆 带着一些疑问过去 罗马也彻底放弃 是卖断给巴塑尼 也用低下的价钱卖给巴塑尼 不过转会到巴塑尼 卡拉菲奴尼也没有自暴自弃 很积极地训练 就像他手臂上的纹身格言一样 要感受一下周围美好的事物 虽然不能够在二甲踢球 但是来到瑞超 我也是踢班霸的巴塑尼 亦都机缘巧合下 当时临时领队福格尼 亦都看到卡拉菲奴尼的潜质 将他由左闸的位置移入中间位置 开拓成为顶级中间之路 短短一年之后 巴塑尼也将他埋回医甲的博洛尼亚 重返医甲的卡拉菲奴尼 就彻底在中间位置大仿二彩 当时他的主教练 即是博洛尼亚的教练 莫达也说 在他战术体系里 卡拉菲奴尼是最重要的一环 他除了可以带球上前之外 也能够帮球队转手为攻 在很多关键时刻里 也有决定性的影响 就像2024年欧洲国家 卡拉菲奴尼对克罗尼亚最后的脚踪一样 通过卡拉菲奴尼自己出色的盘弹 上到他黑罗尼亚禁区 即使被两个黑罗尼亚球员包夹之下 都能够凭他的全球视野和脚发 传了一个很清楚的全球 给左边的沙卡尼射入一个反平的一球 令到意大利能够晋级到16球 一年之间卡拉菲奴尼又迷茫 到他成为衣甲球队的主力 再到成为国家队的欧洲国家队里的英雄 一切都来得太快 不过这正是他自己坚毅的性格 获得回来的成果 我自己也有看回巴塑尔和波罗尼亚 在这两季卡拉菲奴尼的伤患纪录 发现他没有很长时间的伤患 他有少少的受伤过 都是一些肌肉的受损 不是很关于膝头的事情 相信我们大家 亚迷都可以放心 他之前说重伤过 断了印带也好 我相信阿力达 伊道和阿仙奴的医疗团队 都很清楚重伤过 他在看检验的时候都可以查清手 还有也有盯着过去的伤患纪录 是否跟膝头哥似的事 如果还要签他回来的话 我相信膝头哥的伤患 应该是完全康复的了 不过当然也要小心一点 始终英超的强度一定是远比 二教绒和瑞士联赛更加高的 当卡拉菲露尼来到阿仙奴之后 阿记的防守阵容就非常豪华 今天美国记者会 也有记者问到阿迪达 喂 你会把卡拉菲露尼摆在集位 还是打在中间 阿迪达当然不回答你 他就说 会因应当时的战术阵式 安排卡拉菲露尼打什么位置 因为始终阿仙奴的很多球员 特别是防守球员 他可以踢的位置非常多 因应当时的球员有什么球员 他要用什么阵式 我仍然觉得卡拉菲露尼最佳的位置是中坚 但阿迪达要怎么放呢 其实我自己也是很有兴趣 我仍然觉得他会不会像史东斯那样 推前半格 踢一个防守中场呢 要看阿迪达如何 还有大家不要再想 将上季看开阿仙奴的阵式 照搬回来接近那一季 我很相信今季阵容变化 和上季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会不会再踢回内收阻集 例如新增高收到中场位置 去踢内收阻集 可能这个阵式已经不会再用 都不出奇 可能是天花踢阻集位 纯属一个阻集位 而卡拉菲露尼会踢中坚 推前踢防守中场 这个位置都可能是一个新阵式 要拭目以待 还有可能要多给半季 甚至大半季时间 卡拉菲露尼 因为近年我们都不算太多 买英超以外的球员回来 很多都是买本身在英超 踢开球的球员回来 即是踢回英超 那就容易适应 但是卡拉菲露尼来到英格兰 有适应到多少呢 我相信都要给他多些时间 接下来真的拭目以待 究竟他会踢什么的位置 也都说一说鲁维的情况 根据现在最新新闻所说 最新消息就是 呼咸对小马虎鲁维的体检已经通过了 应该在这两天都会正式官宣 最快如果是 可以星期五帮富咸 踢起了二身赛 根据转会的消息 费用就是2700万英镑 加700万英镑的浮动 这个价钱 说真的 又不算很惊喜 但我觉得已经可以接受了 始终 史密夫鲁维都很久没有 持续踢比赛 富咸也是在赌赌健康和潜力 就是史密夫鲁维 土生土长的伦敦人 阿仙奴的清分球员 和沙卡仔 都曾经撑起了阿仙奴未来的一片天 不过始终相反影响了 离队是一个好选择 他都需要很多比赛 我也不忍心 一个任有天赋的球员 一直坐在后备席上 阿仙奴也需要钱 希望他去到富咸 都有上好的表现 希望富咸将来 可以冲击一下欧洲赛 因为听闻他还想买 曼联的麦湯文尼 我也挺欣赏曼联的麦湯文尼 因为起码 他也有一个斗心 我挺喜欢一些有斗心的球员 希望富咸多些球员 希望他可以冲击一下欧洲赛 再来季 另外也讲讲另外两个球员的离队情况 先讲李尔迅 李尔迅相信 结束了美国的热身赛 回到来 他也会考虑自己的情况 因为现在有传 李斯特城和韦斯 斯特城和韦斯特城和韦斯特城和韦斯特城 我相信 要价也不会太高 也持开放的态度 只要有球会想买他 而价钱不是太离谱 我相信阿仙奴也会放的 另外就是尼吉迪亚 马赛已经出了第一口价 但被阿仙奴 我相信马赛会再出第二口价 要看阿仙奴 究竟是否想升级中场 即是前锋线 如果升级前锋线 李吉迪亚就没需要再留在这 还有李尔迅 我相信马赛出的价钱 如果你说去到3千万英镑到3千5百万英镑 其实都差不多 李吉迪亚就卖不到5千万英镑 所以也不会买得太贵 就看阿仙奴会不会升级自己的前锋线 如果你说 未来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前锋目标 要买的话 李吉迪亚走的机会都挺大 如果不放的话 大家可能不用想有前锋 如果短期之内 你见到这个礼拜 跟马赛谈得很密 开始有些说要看检 各样消息传出来的话 就应该我们会有前锋买的了 说完一些会清走球员的消息之外 也要说一些我们会买人的转会消息 其中一个传得比较行的 转会大臣罗美劳也说了 王苏的美联劳 跟阿仙奴个人条款都达成了协议 差在球会与球会之间的商讨的转会费 不过他也说补充了一句 美联劳也不是阿仙奴在中场保强人名单里的唯一选择 但是这个传出来应该是最接近的 看看王苏自己去要价 因为始终美联劳跟他只剩一年约 如果今天夏天不卖的话 夏天就会免费走人 所以如果真的要争的话 阿仙奴应该暂时都在一个比较占优的位置 看看会不会在这个星期有突破性的发展 另外也有消息传出 阿仙奴球坦刚刚去了看Sbooting的热身赛 有传说是看基尔基尼斯 即是浦超神风 解药金是6000万英镑 这个消息 一向前锋传了很久 但是很大名的记者去传 暂时就没有 都是观望着 在沙斯高买不到底下 这个基尔基尼斯 我自己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看看阿仙奴会不会考虑 在英超踢完过去浦超 发光发亮的前锋中 去买回来 那你有几单 我觉得没什么可能的绝会传闻 第一个就是 曼城的阿华里斯 因为阿华里斯 就跟哥迪罗拉说了 就不太满意 刚刚那届在欧贯赛事的出场时间 比较少 而且他也知道 他一定是排在哈兰特之后 他自己不太满意出场时间 所以就引来很多球会 询问曼城 就买不买阿华里斯 不过曼城都说了 阿华里斯是非卖品 不过 阿华里斯的团队 不断地跟其他人去谈 有没有兴趣去买 就是引入阿华里斯 也引来很多其他球会的兴趣 比如巴黎星的耳门 车路士 甚至传统阿华里斯 也有兴趣 但是我自己觉得 买阿华里斯 没有9000万英镑 你都很难说服曼城放他 始终他有弱在身 曼城不肯卖就不肯卖 还要卖给你英超球会 再卖给你阿仙奴 我觉得这个传门 对他有兴趣是很正常的 但是卖不到 还有刚刚在记者会 就是美国记者会 都有问到阿尼达 今年会不会有些大名的传会 阿尼达是斩听之事 说不用想 不会像去年那样 买迪勤怀斯 有过亿的收购 相信 可能你说买个前锋 五六千万磅 已经是一个很贵的收购 就是在今年的夏天来说 你看到现在夏天 英超最贵的转会 都是曼联买 18岁的中金约罗 6000万英镑 已经是暂时以刻 最贵的转会费 所以今年的转会 那个银马 不会像去年那样大单 因为去年 港过亿的收购 起码三单 其他还有一堆7000万以上的收购 在上面 所以今年的收购价钱 我很难相信 比如艾华里斯 甚至乎好斯密欣 这些过亿的收购 会来到英超 所以大家今年 不要想想 阿尼达会买什么 很大名的前锋球员 另外 也有德国的传媒说 申尼想转会 还是说 阿尼在留意 拜仁申尼的转会动向 阿尼达和申尼也在曼城合作过 但是我自己觉得 这个更加是没有什么可能的情况发生的 先不说他的转会费 也不便宜 就是6000万英镑 另外也年纪很大 28岁了 不要说他的竞技状态 是不是跌坡 你买他回来 你叫他 这个级数的球员 他肯不肯做沙卡借替保 或者你要他放在左边 也好 你也要卖走托沙 或者卖走马丁利尼 以他的年龄阶段 和他的周身 和他在拜仁的位置 或者来到阿尼达 他肯定一个替保位置 我又觉得没有什么可能 用这个6000万和年龄的周身 就算他肯定 我用这个价钱 也不太划算 所以这个转会传闻 我都觉得 大家听听就算了 我真的不太觉得 我们会买Sunny的 这个就不太适合 现在阿尼达的转会思路 Anyway 相信阿尼达一定会 补回中场和前锋 中场尾练度 看看会不会 在这个星期 有突破性的进展 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其他消息 是阿尼达会买 另一个中场球员 前锋方面 如果尼基迪亚真的会走的话 一定会买回前锋 看看会不会是基劳基尼斯 如果你说6000万英镑 的转会费 其实我觉得可以接受的 还是会不会买回 这个贬值的东尼呢 因为现在 奔福达都知道了 上季冬天的时候 就说要1亿英镑 但是没有人购买他 现在就只剩下年约 明年就免签了 现在就说到可能是 跌价到3000 因为就没有球会出价 但是我觉得 是有球会会买的 那单载会用什么价钱买的 我只有预感 就是热刺就有机会 买亚文冬尼 而且他真的 就是热刺 我觉得他适合 踢热刺 多个适合踢阿仙奴 不是什么贬义那样东西 在战术方面 我觉得 亚文冬尼 来阿仙奴 那次 就不太适合踢 反而他去热刺 就是代砌烈柴里神 反而是机会大些 看下 这个 亚文冬尼 最后会发落 前锋方面 真的没有什么好选择 我也不觉得 会有奥斯密恩 这些过亿的收购 再看看 看看 过多个星期 会不会有多些消息 好了 今集的冰工厂世界 阿仙奴 球迷天地 冰工厂世界 和汤米洞 就到了这里 下集回来再见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 拜拜